我是霸主 为了拿到一百万元的奖励 我参加了一档亚马逊丛林的直播求生节目 进行为期一百天的生存挑战 哎哟 什么情况 啊 该死 怎么岛上突然出现这么多剑毒啊 这不正常啊 我的手被咬了 这可怎么办啊 这下我真的是没有任何思想准备啊 对了 屋顶上还有船子草 哇 这也太吓人了 我得赶紧做一个绷带 糟了 这个绷带不能解毒啊 吓死我了 原来是做梦啊 还好 一点事都没有 可能是前几天杀了一些剑毒蛙 导致我做这种梦 唉 还是继续睡觉吧 哦 哎哟 我真的被咬了 我去 这次是真的 哇哇哇 不得了 不得了 这这这 这可怎么办呢 我得冷静点 对了 那两个旅行帮里面应该还有药 快快快 我可不想死在这儿 止痛药 止痛药 止痛药在哪儿呢 好的 拿到了两罐 那我就不用担心了 现在赶紧到屋顶上去 可不能再让它们咬到了 这两罐药全部吃掉 哎呀 这下我终于放心了 接下来采一点船子草做成绷带 我去 不会吧 这是神药啊 吃完之后连伤口都没有了 这些蛤蟆不简单 我得想想办法把它们给解决了 这也太多了吧 一点都不正常 劝你的 我知道了 旅行帮里面有人给我增加了止痛药 那么这些剑毒蛙 难道也是别人故意放的 我的粉丝们应该是不会这样害我的吧 难道是黑粉 不对呀 黑粉也不会给我送药啊 我得先跑到小岛的边缘 里面太多了 很容易被咬到的 现在我们再慢慢杀进去 去死吧你 让你们咬我 对了 霸主不是还会远程攻击吗 你体型再小 我一毛过去你也就叽叽了 我去 赶紧做一个消毒绷带 把烟草叶碾碎 然后涂抹在绷带上 做成一个烟草浮料 我可不想死在这里啊 赶紧 包扎上 哎呀 这样应该就没事了 赶紧躲到屋顶上去避一避 岛上还有一些剑毒蛙 对了 包里可能还有药 快快快 赶紧找一下 哦 果然 这个蓝色包里面竟然还有两罐药 哦 先喝点水 太渴了 哎呀 可难受死了 赶紧把药吃了 还有个罐头也吃了 哎呦 我现在的身体状态非常不好 几乎是样样缺啊 所幸的是剑毒蛙的毒已经解了 不会威胁到我的生命 所以我现在的首要目标 就是补充食物和水分 然后把这些该死的剑毒蛙给赶走 你还不走 让你们咬我 再咬我 今天我可真的不能再睡在地上了 我得赶紧把别墅里面的夜床铺好 嗯 睡在这里就安全了 那些毒青蛙总不至于爬上楼梯来咬我吧 先睡一觉 休息休息 哦 现在是下午2点40 我睡了快两个小时了 体力稍微恢复了一些 哎 有只金刚鹦鹉停在游步上 我来给你们展示一下霸主的野外求生技能 嘿 漂亮 霸主打猎就是这么轻松 把这几个碗摆到露天的地方去装雨水喝 哎 我发现了一个问题啊 这些剑毒蛙的尸体 怎么全部变成了蓝色 难道这些青蛙被注射了色素 真的是太奇怪了 先把这几个碗都放在地上 这里还有四个碗 把这些船子草叶都处理一下 把得到的绷带放进箱子里面 还有花朵放在屋顶上晾干 好了 我们现在可以收集长竹棍 然后把水井别墅的竹墙给搭建一下 这个竹墙就可以把我的房间给划分出来了 啊 我想我该吃点东西了 我的背包里面食物都已经腐坏了 只能吃两块风干肉垫垫肚子了 嗯 太好吃了 不过两个风干架上的肉都快吃完了 把这些烂果子都用来当肥料 好了 接着我们继续来搭竹墙 OK 现在把这些净毒蛙的尸体都清理清理 一个个都是蓝色的 应该是假的净毒蛙吧 你们不会真的想要看我吃这些东西吧 当然 你们肯定不会的 好的 我们把这些净毒蛙都扔到一边 那么这些净毒蛙是从哪儿来的呢 我是这么分析的 又给我送毒蛙 又给我止痛药 显然是想让我遭罪 又不想让我死 那你们猜猜 谁最可能做这种事 风干好的肉只剩最后两块了 先吃了吧 诶 这块每周吃肉好像不行啊 放在上面已经腐坏掉了 怎么会这样呢 这也太可惜了吧 好好的一块肉就不能吃了 唉 里面都长蛆了 不行了 我都坚持不住了 今天这剑毒蛙给我折腾的 唉 赶紧睡一会儿 休息两个小时 然后再起来找东西吃 小伙伴们喜欢请记得给霸主一键三连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